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造人文知福国际海岸 一轴连海城 一带串山海 一岸换生活 城区有两条主要轴线连接 山海人文带连接真山与知福岛 构建山海通囊 形成通山达海 人景共生的绿色城区 城海融合发展周连接地岸与西侧开发区 注入核心产业功能 营造城海生命共同体 活力海岸 以绿色开放空间为载体 以公共文化活动为驱动 导入产业创新要素 激发地区活力 提升城市形象 项目的核心区域构建出由生态空间定义的岛中之岛 这些岛中之岛凝聚着民族梦想 引领着城市革新 游泳中之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港口、仓库、塔调 规划将充分利用原有的工业遗迹与壮丽景色 延续历史文脉 感受先进烟台 通过独创的文化地标 展现文化底蕴 营造浓郁的海港文化氛围 融合邮轮港、地铁、游船、高铁等多项交通要素 构建便捷高效的交通体系 并呈TOD建设理念 植入多样化产业液态 平衡日夜间城市活力 打造多个区域性的步行活力中心 滨水湾区与西边的城市腹地轴线相连 将城市带入公园 将公园引致海滨 支服将从实现百年海港 向城市活力中心的转变 成为烟台新的城市符号 成为可供全球海港城市借鉴的工业港口 转型提升的最佳实践 岛中之岛将城市推向海滨 历史上的支付湾 暗线蜿蜒 海风阵阵 悠长而迷人 我们希望通过岛中之岛的设计理念 将城市推向海滨 描摹突堤空间 更新再生的多样化图景 四个突堤通过绿色开放空间 与陆地相连 构建多个福岛公共空间 强化支服湾优美冰水岸线特色 体现地中海市浪漫主义构想 优美加常的海岸线 配上丰富多层次的滨海天际线 塑造独特的支付湾景象 岛中之岛 注重整体性 充分考虑支付湾的地理面貌 自然环境 社会经济 人文信息等因素 向内 岛中之岛通过东西向的绿色廊道 与内陆连接城湾 向外 岛中之岛 象征着自由与浪漫 吸引游客和人才 使支付湾 拥有与其他湾区不同的鲜明形象 岛中之岛 满足全球化时代 对于湾区资源的多样化需求 对应于不同的城市功能 它提供多种可能性 一涂堤延续支付绵长而精彩的历史故事 游人走在蜿蜒的滨海步道上 欣赏触摸支付湾迷人的天际线 二涂堤 从原有的工业码头 转变为一个全新的 兼具休闲与生态功能的综合型城市公共休闲公园 作为临近城市宝贵的可供开发品区 三四涂堤 打造包含科创研发 海滨总部 酒店 居住社区 等多种业态的冰水空间 吸引全球优质的企业和人才的入住和定居 让市民沐浴海风 让城市拥抱海洋